榴莲通常因为现在是白云 白白是西边 西边代表财位 如果你的家屋本身坐西 财升入责 今年可以存钱 另外一些水晶洞 水晶球 水种植物 都可以放在西位这个位置 那有没有哪个行业比较有利 如果投资的话 有没有留意什么板块吗 流芯地产 东北正正是九指位 九指通常代表人丁兴旺、桃花 或者代表一个比较旺上的星 神门代表贵的房子、豪宅 即是两位住的 对… 这句称谙 应该有机会升值 同时市场保持得挺稳健 我们先不要理解 先说今天大年初一 收到很多利是 是 派利是或收利是时 利是封的款式或颜色 有没有代表着你那年的财运会是怎样的呢 留意今年东南代表信 信是木 原来青色今年是五黄的颜色 即是代表容易争拗 容易血缸之灾 容易不太顺利 少用青色会好些 财位因为是西位 西位属金的 所以金金银银的利是封 你存久一点 存到15以后 甚至你觉得有多余的 我帮你存住也可以 因为财位是代表积聚财富 无论放在隔蚌 放在榴莲的财位或是银包 都有在于你今年的黄财 真的在你这儿 麻烦你了 谢谢 我的楼市是红色和金色的 一定是这种的 那些人都要代一年 红色因为今年是100星度 是代表偏材 那你又金又红 那就正偏材也有 我今天都拜扮了… 你聪明就不能接受 原来是金就好了 我想问师傅 有些朋友喜欢成同事 成同朋友或家人 一起合金去买菜票 旺人和佳燕芝、祥哥 如何一起合金 会否加旺的中奖机会 问题是真的黄还是表面黄 而且有些生肖 今年是双冲双范太岁 今年牛是本命年 所以 羊是双冲 龙和狗今年也是范太岁 我想我们两位嘉宾 是时候问自己很想问的 自身问题 来吧… 师傅,你觉得我的事业 还有运行吗 其实不用问,我们也知道是 很难说的 认上一层楼吧 计算一下,你也好像 第四、五次发达了 不,但全都洗掉了 长哥,你属龙 属龙还要在龙历的三月节气出生 即是龙上加龙 即是王气很强 王气很强 即是创造力和比较勇尽 有突破环境和领导力 因为行运是逢一转运 其实我看你的大运 应该到61后就更好 但距离现在好像差了一百多年 这样就… 太难了 又不要太夸 所以可能要正代一下时机 最重要是要努力 你记得吧 第五次发达,与我们吃饭 是 没问题… 我呢… 大家也知道我去了高峰 我很害怕会再高峰 但我会否有机会再高峰 他还有机会再出来呢 阿廉,你是一个七杀手本名的人 本身应该逢狗转运 我看应该是59 距离现在大约20年左右 你就开始另一个高峰 有做生意的机会 有做生意的 最急 各位才能玩 对 对